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车 丈夫一脸无奈 我能怎么办 舅舅来借车我敢说不借吗 确实不敢 但凡舅舅的事 我们赴汤蹈火也得帮他 否则 婆婆就会捂着胸口寻死觅活 嫌我们欺负他弟弟 婆婆和舅舅打小就相依为命 把他宠上了天 何况舅舅曾经为舅婆婆出了车祸 右腿残疾 至今未娶妻 这让婆婆更是无底线地溺爱着舅舅 电话里传来舅舅惊慌失措的哭腔 我撞人了 怎么办 丈夫的脸色当机就惨白无比 把位置发给我 我懊恼地想撞墙 借车时我就不同意 舅舅刚考出驾照 车机肯定是不熟练 再者 车子才买回两天 我们宝贝都不行 打心眼里就不舍得 丈夫烦躁地摆摆手 哎呀 行了 别唠叨了 事情都出了 赶紧去解决问题吧 赶巧出事的地点离我们很近 赶到的时候 舅舅正蹲在路旁抽烟 车前躺着一个中年的男子 正虚弱地呻吟着 我急了 赶紧打120啊 舅舅却一个箭步冲了上来 抓住丈夫的手说 小桃 这里没有摄像头 你就说车是你开的 我怕那人活不了 舅舅可是要蹲监狱的 我气得直翻白眼 这是一个长辈该说的话吗 担心自己有牢狱之灾 就甩锅给外甥 我正要反驳舅舅 丈夫赶紧给我使了个眼色 吩咐我先报警 打120 再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等待的时候 婆婆打来了电话 千叮咛万嘱咐 无论如何 也不能说是舅舅开的车 实在不行就说你老婆开的嘛 反正她一个小职员 也不怕档案上有啥污点 我又气又怒 凭什么让我背黑锅呀 警察来的时候 问谁开的车 我现意不发了声 直接指认舅舅 舅舅和丈夫都正待在原地 谢天谢地啊 伤者没有生命的危险 因为有权险 经济上我们几乎也没有负担 但这件事的余震 却让家里炸了锅 舅舅受到了惊吓 病倒了 婆婆心疼的要疯掉 她对我指认舅舅开车的事啊 耿耿于怀 怒气主要是撒在我身上 几乎每天都要痛哭一场 诉说她和舅舅相依为命的过去 说舅舅孤苦无依的一个人 她那么可怜 怪我们黑心 不懂得保护她 面对婆婆的责难 我自然聚力力争 可每次我刚露出话头 便被丈夫拼命地拽走 说家和万事兴 做小辈的 怎么就不能忍让一下 每次看丈夫一脸的愁绪 我只能是厌其息骨 可心中的忧郁是越来越强烈了 伏地魔的婆婆 不知道还会闹出什么幺蛾子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婆婆不仅是伏地魔 还偏心眼偏到变态 周末那天 小叔子一家从临世回来 后壁箱塞满了满满的东西 婆婆乐得合不拢嘴 连说还是小儿子孝顺 我无语凝咽 她生病时是水伺候的 一日三餐是水做的 只一箱好吃的 就让她感动无比 晚饭后 我和丈夫正在厨房忙碌 小叔子突然喊我们过去 说婆婆有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听完婆婆的话 我和丈夫都惊呆在原地 婆婆竟然要把丈夫过击给舅舅 丈夫黑着脸问婆婆为什么 婆婆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么好的事 你们竟然不愿意 你舅舅无儿无女的 他的将来一切不都是你们的了 那老房子若是拆迁了 你们可就成富豪了 富豪 这样的好事 他怎么不留给小儿子呢 婆婆看诱惑不成 开始打感情牌 你们就忍心舅舅孤苦一辈子啊 去世时连个摔瓶子的人都没有 我忍不住回怼 您儿子已经二十八岁 是个成年人了 您没有权利逼他过去给别人 婆婆愤怒的一拍桌子 我让我儿子过去关你什么事 我也没给婆婆好脸色 我是你儿子的老婆 在一个户口本上 你说关不关我是 婆婆气得捂住了胸口 摊回座沙发上 小叔子发话了 嫂子 只是写个协议而已嘛 放心 我哥过去给舅舅后啊 咱妈这边的家产 你们照样有继承权 我气得甘疼 这是继承权的事吗 见我还是不同意 婆婆一咬牙说 只要你们答应 我明天就搬出去住 我张大了嘴巴 婚后 婆婆便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期间发生的矛盾 简直比海滩上的沙利都多 而且婆婆动辄邀请舅舅过来同住 35岁的舅舅 简直就是个巨婴 令人抓狂 我做梦地期盼着 能有自由的二人世界呀 婆婆说 过季只是给舅舅心灵上的安慰 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只图百年后 有人去坟头烧点纸钱而已 我和丈夫思量再三 同意了 一是婆婆既然提出这事 绝对不会轻易的罢休 二是 婆婆搬出去住这个条件 实在是太诱人了 协议很简单 舅舅的签名是婆婆代劳的 婆婆说 一家人还能使诈不成 签署协议的第二天 婆婆果然就搬回自己的住处 下午的时候 舅舅特意过来 给丈夫一千块钱红包 说虽然是过季 但还是称呼舅舅 什么都按照原来 我们也没有多想 日子如常 一周后的上午 我正在上班 突然就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说舅舅住院了 让我赶紧去医院 竟然得了肝癌 我被这个消息吓蒙了 许久才缓过神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脑海里突然就闪现 一周前过季的事 怎么会有这么巧合呢 医院里婆婆正坐在床边抹眼泪 甚怪舅舅隐瞒病情 这么大的事自己扛 接着婆婆对我和丈夫说 医院里也不能没个人照过 谭桃留下 史莲回去准备午饭 见我有些愣证 婆婆不高兴了 说谭桃你已经过几个舅舅 可不能只想着继承舅舅的家产 还得履行赡养义务 舅舅红着脸连连摆手 姐 就别麻烦孩子们了 我可以顾护工的 婆婆的泪水顿时汹涌而出 你这个傻孩子 谭桃就是你儿子 史莲就是你儿媳妇 他们孝顺你是应该的 我心情复杂地走出了病房 怎么觉得他们在演双簧呢 一连三天 丈夫都请假在医院照顾舅舅 我则顿顿送饭 看着丈夫憔悴的脸 我心疼不已 实在不行 就顾护工 总不能把好人折腾病了 再说 丈夫单位比较忙 总请假肯定也不是权宜之计 婆婆说 那你辞职吧 反正你的工资也挣不了几个钱 与其顾护工白花钱 还不如自己家人照顾呢 我简直是气笑了 让我贴身照顾舅舅 别说不方便 关键是凭什么呀 婆婆不耐烦地撇了我眼 顾护工也行 但钱得你们出 你们以为家产是那么容易得的 我愤怒地离开了医院 我告诉丈夫 我不喜爱你舅舅家的家产 他们也没有权利道德绑架我们 照顾他是我们的情分 不照顾是本分 可善良的丈夫还是委屈着自己亲自照顾舅舅 他说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是家庭和谐 自己吃点亏不要紧 只要全家人和和气气的就好 我气得无语 舅舅出院后 丈夫更是三天两头地往那跑 说既然是签了协议 就要守信用 再说 舅舅也是亲人 总不能不管他 可我总觉得这事有蹊跷 丈夫无奈地笑了 说他妈再怎么溺爱舅舅 也不能坑自己的亲儿子吧 半年后我怀孕了 孕兔特别厉害 丈夫商量婆婆过来照顾我几天 可婆婆以腰疼为由拒绝了 娘家又离我几千公里 远嫁的苦楚也只能是自己咽下 我和轴利的预产期相差两周左右 原本我和丈夫计划着 生产时让婆婆多费点神 待轴利生孩子时 再让我妈赶过来 可谁想到 待我生孩子时 婆婆早就没有影了 已经提前赶到小叔子家代产去了 婆婆言之凿凿 说谭涛已经过去给舅舅 和她已经没有母子关系 她自然是没有义务给我伺候月子的 这理由足够充分 足够气人 那是不是将来她病了 我们也没有义务伺候她呢 婆婆不以为然地冷哼了一声 说我可不怕没人孝顺 我还有小儿子呢 做人总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适 婆婆在买菜的路上遭遇了车祸 右腿粉碎性的骨折 我和丈夫活速地赶了过去 一见面 小叔子没有介绍婆婆的病情 倒是一脸烦躁地说 哥 你们赶紧把妈接回去 我这又照顾产妇又照顾孩子的 哪有时间照顾她 这不是添乱吗 我们堂木结舌 还是为伺候她一家遇到的车祸 怎么能甩祸一样甩给我们呢 再说骨折这么严重 能适合移动吗 可哪里容得我们反驳呢 小叔子把我们带到医院后 一路一路跑了 再也没有出现 病床上的婆婆哪里知道 她已经被小儿子甩锅 还在那关心舅舅的身体情况 嫌我们照顾舅的时间太少 让我们赶紧回去 说这里有小叔子呢 我拽了拽丈夫的衣袖 既然婆婆不需要我们 那我们就赶紧回去吧 丈夫却还是不忍心 毕竟是她的亲妈 如果我们真的走了 小叔子又不管她 难道让婆婆在医院里自生自灭 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的正午 小叔子突然联系了救护车 让婆婆跟我们回去 我以为 婆婆肯定会气愤小叔子的不孝 可没想到婆婆竟然说 回去好 省得做孩子们的累赘 看他们忙得昏天黑地的 我的心都要碎了 说不生气是假的 婆婆对小叔子的偏爱 实在是让人惊叹 我一时没有管住自己的嘴 冷着脸说 妈 谭涛过去给舅舅了 我们把您接回去伺候 不会被怀疑 窥探您的家产吧 婆婆神情一领 说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见钱眼开啊 放心吧 我的家产你们也有份 我心里无声地冷笑 婆婆刚出院一周 舅舅的病情突然恶化去世 舅舅去世后 按照之前的协议 舅舅所住的老房子 应该归我和丈夫所有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婆婆竟然拖着伤腿 偷偷地去把房子过了户 过到了她的名下 知道消息的那一瞬间 我简直快要欺诈了 我找婆婆理论 婆婆言辞激烈 说她是舅舅的亲姐姐 唯一的直系亲属 房子不给她给谁呢 那协议呢 不算数了 婆婆说过季的事 根本就没有走法律程序 谁承认 再说 舅舅那一栏的签名 是她写的 我被婆婆的狡辩惊呆了 怎么会有这么无耻之人呢 这不是转着圈坑人吗 我甚至怀疑 舅舅得干爱的事 婆婆早就知情 她就是为了 让我们照顾舅舅 才想出逼丈夫过季的办法 婆婆把丈夫 拿捏得死死的 不用想 我也知道 接下来的剧情 待分隔婆婆家产的时候 婆婆又会把协议 拿出来说事 说我们已经过季走了 没有资格分她的家产 说来说去 我和丈夫就是两个大傻子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丈夫也是她的儿子啊 她怎么能惯着舅舅 宠着小儿子 唯独欺负大儿子呢 谜底在婆婆生日的那天解开了 婆婆从始至终 都抱着小叔子的孩子 对我女儿置之不理 两个亲戚都看不下去了 在那儿小声地嘀咕着 大嫂不带见大儿子到爸了 孙女有什么错呀 真是偏心 这大儿子真是可怜啊 想当年因为给他买烤地瓜 大哥出车祸去世 大嫂从此就恨上了这个孩子 唉可不是嘛 加上大儿子的学习成绩差 一直不如弟弟 大嫂更加的不待见他 脏活累活啊都扔给他 而把小儿子宠成了宝 听说大嫂早就知道 他弟得肝癌的事 处心极虑地让大儿子伺候着 他可不忍心让小儿子干这个事 我听得头皮一阵发麻 果然是早有预谋 在婆婆的心里 大儿子就是个外人 他把公公去世的痛 加强在大儿子的身上 而且还捆绑了他一辈子 可婆婆有没有想过 谭涛当时也是个孩子啊 车祸又不是他制造的 难道他不悲伤吗 怪不得面对婆婆的无理取闹 丈夫总是无底线地忍让着 因为他总是记着那块伤疤呀 还有因为丈夫学习成绩差 婆婆更加的不喜欢他 处处坑他欺负他 凭什么 成绩不好就不配得到母爱了吗 想起他们合伙坑我们 并把舅舅的家产挪走 我便气不打一出来 我把当初过级的协议 发到了亲戚的群里 虽说当初签协议时 也没想着得到舅舅的家产 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这是我们应该得的 这不是简单的金钱的问题 而是关乎我们全家人的尊严 婆婆那天哭闹不休 骂我蛇蝎心肠 涂他的家产 还骂丈夫娶了媳妇 忘了娘 所作所为对不起逝去的公公 丈夫泛红的眼眶里 闪动着晶莹的泪珠 身体剧烈地颤动着 急欲崩溃 她受了多少委屈啊 我冲上去握住她的手 婆婆不心疼她 我心疼 婆婆不珍惜她 我来珍惜 我告诉丈夫 你的善良和忍让 只会让自私的人更加的狂妄 他们会把你的尊严 狠狠地践踏在脚下 哪怕是最亲的人 也不要无底线地忍让 婆婆最终 把舅舅的房产 过户给了丈夫 但她咬牙切齿地说 她的家产 我们休想得到半分 而且不准许我们再登门 我无声地笑了笑 婆婆不知道 钱是身外之物 情才是无价之宝 用金钱做交易的 从来都不是真情 或许她很快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那时的她会放下过去 重新审视和丈夫的母子之情 也或许她一辈子 也不明白这个道理 用她的家产做诱饵 诱惑着小叔子对她的孝敬 希望她不要失望才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